老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的养发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酒里香换盆老叶子都掉了 新叶子这了那了的 你现在就加强光照就OK了 臭宝有条件的话 把表面的土稍微松一松 来一丢丢的肥料 加强光照 下个臭宝说这发财数 你看这咋回事啊 发财数得修剪 每年五一前后的你给它剪一波 剪一剪 你不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是不是 你得跟我大舅子学学在这一收 适当的来点肥料修剪修剪就行了 下个臭宝说老花一茉莉花三天浇一丝透水 就这样开始干了为啥呀 阳光充足阳光还不够充足 你要是真正充足的话 它会长得很漂亮 另外呢这种发财数都缺水花油 你如果说光照很足的话 像这个季节你的花盆 如果说不积水的话 不闷根的话 每天就要没事的 明白吗 像我在河北那会养那个 在室外养那个茉莉是杀土的 一天浇两遍 下个周宝幸福入下垂了 怎么补救啊 这个嘎了嘎屁了 你问为啥 我会得罪很多人 你知道广东那边的气候跟咱不一样啊 这是第一点啊 它会出现一个气候的不太适应 第二点呢 你换盆的时候不要用这种很闷的花盆 就是整体你看很高很闷 上面你又埋得厚 它导致的闷根 你在家要环境不适 它就嘎了 嫁喝西去了 下回你注意一点 你回家不是不能换盆 你买幸福素啊 我建议你们买那种机制的 就是别买黄泥巴土的 最次也买个沙土的 然后呢 用酥松透气的土壤 换个排水透气的花盆 就会养的很棒了 好吧 这个已经死了哈 下个周宝老花一 这个花我给它折阴了 怎么还哭得越来越厉害了 这个花不需要你折阴 这个只是有点 黑尖 黑尖的话一般的 出现黑尖都是烂根 一般因为烂根呢 就是盆土里边比较闷 明白吗 可以用点杀菌药 别的没啥 用点杀菌药 下个周宝说 最近叶子黄了 是缺杂肥料了吗 是缺杂肥料了吗 最近下雨多了 腌了 跟话我们说 你一定要用 苏松透气的土壤 排水透气的花盆 就是防止积水闷根 这个就是水荡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干养 干养它会黄很多很多的叶子 不过它第二次它会脏起来 届时呢 你注意病虫害的预防 跟肥料的补充就OK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啊 其他问题 视频来留言 我是老花一 也许话最转一 白吃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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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